这次是来参加柳州季的媒体官剧团 还是老规矩先来签道 进入会场了准备开始看片 看到一半发现张婉毅已经来了 这里主唱们都到齐了 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四位主演来到舞台上 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婉毅、王处然、刘宁兹以及张驰 欢迎我们四位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张婉毅 在柳州季中饰演的是崔星洲 然后我今天带的道具是一个沐浴手枪 沐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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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听我把这些梗讲完 因为崔星洲有大夺但是缺小夺 我希望帮他多悄悄沐浴 然后寄点功德 多寄功德 大家好我是王处然 然后在柳州季中饰演的是柳棉堂 然后我今天带的道具是这个靠山 技能经商然后舞 他又是那种可以当债主的人 武功很高强 所以是不是你的靠山? 还是 刚才那个话题 有大德是小德 我以己身为诱饵 假借夫妻之名 行夫妻之水 那个没有行那个 所以我比较手难得 好 再提几种 试验了 来这个不算了 手机有五分啥 我问他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剧情 应该挺好笑的 就事情记得吧 那个 每一个 听剧一席话 如天一席话 大家记得晚上去追剧 一定有那个可以满足大家的 晚上你们就知道了 对啊 就那一个 暗示一下 就是我觉得你那个 我要去捧一下 今天就播那个 是吧 应该播到那儿我觉得 那个你们能看到跟那个预告片里不一样的版本 因为当初 就是说那个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文库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文库 这个贝德赛道以前都是 大家给我总结出来的 我自己拍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能给我多多 总结一些赛道 总结出来了说明我闯出去了 要是没总结出来的话 那就没闯出去 我这人比较贪 哪个道都想站 好的 谢谢 问题是可以用有棉堂诗意的状态 以后对我们撒撒娇吗 这位漂亮的小娘子 我是不是以前见过你啊 二一 柳州记 台国大集 来 谢谢大家 辛苦我们各位来到现场 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们的柳州记 谢谢大家 来 这边有请 谢谢 小心台阶 小心台阶 那边没路了 对不起 是 我没人 是 我没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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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